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纯度80%的20克的这个PBO2 也就是二氧化氙 经过了强热分解后 变成了PB3O4 及O2 那重量减少了0.384克 要我们求这个PBO2的分解率 α是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 当它问分解率的时候 我们先想一下 α的式子是什么呢 α的式子是原本的这个反应物的重量 原反应物 OK 原反应物之重量分之 什么呢 好 分解的 分解掉的反应物 分解掉的 的反应物的重量 的反应物 的重量 OK 好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找到这两个值 然后把它比一下的的话 那最后当然 数学上我们再乘上个百分之百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答案了 那我们现在要先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先能够把化学式写出来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当我们看到中文的叙述的时候 在化学上面我们就是要先把一个完整的方程式写出来 那我们知道PBO2二氧化前经过了强热分解 OK可以加个三角形 代表经过了热分解之后呢 变成了PB3O4 再加上呢 氧气 OK 所以我们要做系数平衡的话 很显然是先从氧 这个千开始嘛 这边是三个千 这边是一个千 所以我们这边就乘三 这里就乘一 那这边呢 我们就有四个氧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是六个氧 所以显然 这边你最后要得到的这个系数 也是一 OK 所以三个PBO2呢 可以加热分解成这个PB3O4 还有氧气 那其实呢 只有氧气会是气体 这边补充给大家一下 不管是二氧化千 或者是呢 这个四氧化三千 全部都是固体 所以当我们重量减少的时候 就算你一开始没有猜出来 但是你应该大概想象到 少掉的这个重量就是什么 就一定是跑掉的氧气嘛 OK 一定是跑掉的氧气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重量减少了0.384克 当这里减掉0.384克的时候 代表的意思是说 氧气少了0.384 那我们算一下0.384克是几more呢 0.384除以氧气是分子量32 所以是32 这里呢 这边当然就是没问题 这个是0.0 然后这里3这是写1 这里是32 这里是64 最后呢 这里是2 所以就也是64 就是0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现在总共有 0.01莫尔的这个氧气产生出来 OK 那如果这边能够加上 0.012莫尔的时候 就代表这边应该要减掉 0.036莫尔的这个二氧化千 所以意思是说 现在有几克的二氧化千 被分解掉了呢 我们就知道应该是 0.036莫尔 去乘以它的分子量 那分子量千是208嘛 然后氧是16对不对 所以呢 二氧化千就是208再加上32 PBO2 你就得到是240 所以呢 这个0.036乘以240 就是分解掉的 这个二氧化千 有这么重 那原本反应物的重量呢 原本的反应物的重量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0克 OK 20克的PBO2 但是它的纯度只有80% 所以呢 这边要记得要乘以80% 或者是呢 我们比较干脆一点 我们就写是0.8 OK 0.8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AVA 那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最后再乘上百分之百 OK 那这个算一下 0.8跟240去约的的话 这边是300 那这边约一个0 好 然后这边约一下 这边变成0.018 OK 所以0.018再乘以30的话 就会是等于多少呢 就会等于0.18乘以3的话 是0.54嘛 对不对 OK 那0.54的话 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五十四咯 所以整个分解率 是多少呢 就是百分之五十四 这就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